风起洛阳让2021年的古装剧市场热闹了起来 这一年古装剧确实不少 却没有几个能掀起大波大浪 三斤影后 夏凡以S家巨制诈评出现 结果吐槽声铺天盖地 口碑直接大翻车 正在热播的胡柱夫人热度到挺高 还上兴北京卫视 结果豆瓣评分仅有5分 硬是连顶流女星杨幂都没挽回糟糕的口碑 而风起洛阳上线两天好评如潮 豆瓣已经被四五星填满 无论是不仅浮化道画面还是剧情各方面 都让网友再不绝口 当然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演员的演技 这部剧的选角有点奇妙 核心人物铁三角 只有男一号黄圈是演员出身 网易博弈宋剑都是哀悼转型 看似不搭的三人同况 出镜演技评分自然也各不相同 宋剑作为偶像业务能力是没得说 他早早就转型了 不如演艺道路已经九年了 主演的作品以偶像剧为主 直到2021年开始转换风格 只不过起步还是有点艰难 陌生的恋人刚开始热度不高 但后劲不足 豆瓣评分仅有五分 还有新跳员计划更惨 只有4.2 宋切的演技早就被众多网友质疑过 其实也能够理解 毕竟不是科班出身 虽然上面两部作品口碑不理想 可宋切的演技还是能看出有些进步的 在《风起洛阳》中 他的演技评分是7.5 与宋切的表现比较相符 因为五四月这个人物前几集 没有独特的亮点 他执着于真相 倔强 并且武力值满分 可对于女主的设定来说并不新鲜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情绪上的爆发戏码 比如高炳竹 黄轩氏 被冤枉 不被理解一路逃亡 还有百里红艺爷爷的去世 五四月身上暂时没有极大的情绪转变 也就体现不出太多宋切的演技 同时他在剧中没有表情变化 全程刻意高冷 细节上刻画的不够到位 但还好宋切本身与人设相符 干净利落 英气自然 这是值得称赞的地方 不知道后期的表现能不能获得认可 相比之下 女儿宋艺的评分就高出了一大截 9.7分 比女主足足高了两分多 这也体现了他的观众缘 首先 柳然一往情深 善解人意 这个设定就非常讨喜 而且宋艺确实太适合古装了 矜持又坚强 优雅的气质 不要太好看 百里红艺守灵 他就要跟着跪在旁边 遇到男士他必定在身旁 想帮助夫君 在嫁人面前 极力为百里红艺解释 反正一切都以百里红艺为主 就连网友都看不下去了 一到百里红艺 对自己媳妇冷脸相对 谭目就开始刷屏 纷纷表示 让二郎说话不要太直 对老婆好一点 宋艺的人设讨喜 戏分不多 爱而不得还能加点同情分 所以演技评分就比较高 黄轩得的十分成为第一 绝对就是当之无愧了 毕竟是正午阳光看上的大男主 在山海情众多戏谷中 他都能不败下阵来 当然能凭自己的实力 撑起整部剧了 黄轩饰演的高炳竹 整个人就以背锅侠 四处逃亡同时 还要找寻真相 还自己清白 黄轩对人物的情绪细节 把握得非常到位 开篇他面对囚犯 二话不说 手起刀落 连同对方好几下 同时那诡异的笑一露出 观众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站起来一回头 表情已经变了 仿佛癫狂大笑的人 根本就不是他 心事冲冲不知在心里暗想什么 走出门响起 还有话要问 又小步跑了回去 前一秒还笑嘻嘻的 被拆穿后笑容立即消失 还随着对方铁链的摆动 颤抖了一下 凶狠的目光几乎 又把囚犯给吃了 微妙的表情变化 潜在人物之中 无需刻意展现 观众就能立马明白 角色的心理 代入感极深 王一波正式转型 才三年 资历尚浅 肯定还要向黄轩学习 演技平分 断崖式差距在情理之中 而且8.9分 其实也不少了 因为白丽红艺 是性格颇为高冷的才子 王一波本身比较贴合人物设定 整部剧可以看出 没什么表情变化 细节处理就更不用说了 不过也并没有让人出戏 不同的情境 还是能看出不同的状态 比如品贱食物 慌乱人群被迫离场 被爷爷打得委屈 以及亲人离食的痛苦 表现得还可以 有更高的提升空间 让人没想到的 肯定是永梅的分数了 毕竟她可是斩获过 柏林电影节 还有金鸡角的最佳女主 这可是妥妥的重量级影后 结果她的演技评分 竟然刚刚及格 只有六分 本来大家对永梅的期望值 还是比较高的 毕竟她演的是 高高在上的圣人 气势肯定是压倒性的 结果有些过于柔弱了 当然演技也是在线的 但还是少了一股劲 底下的人流汗害怕 氛围衬托得很足 到圣人这里 感觉有点不大 不过还是有一些网友 持不同的看法 这些演技评分 也只是暂时的 后面会随着剧情的发展 和反转产生变化 不知道这几个分数 合不合你心意 哪一位演员的表现 更让你眼前一亮呢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